镜头转到中国 中国的速江大潮势不可挡 根据明慧网的资料 已经有两万两千人 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提出控告 一名香港法轮功的学员 在大陆的母亲近期怀疑 因为准备速江而遭到公安的拘捕 学员准备向大陆司法当局提出举报 香港法轮功学员张小姐 26日收到大陆家人的电话 指其74岁修炼法轮功的母亲 在25日晚上 被山东济南市迁佛派出所的公安 从家中抓走 随即被带到济南市看守所 他担心母亲遭到了610的迫害 在济南市的郊区 有一个叫中宫的地方 叫610专案 办公室是专门是针对法轮功办的 对外没有电话 他们就抓到那里去了 而且我据内部消息说 是因为他们在抓我妈妈之前 就是半年时间都在跟踪他们 可能这一次就抓了十几个人 他认为母亲被抓与近期控告迫害元凶的宿江潮有关 都在谈论宿江的这件事情 我就打长途给我妈 她因为讲话不是很方便 她就说大家都在做 然后做的时候 这是一个星期不到吧 她就出事了 我觉得跟这个也关系很大的 张小姐表示 会就母亲被迫害一事写举报书 向大陆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 举报江泽民的罪行 又强调宿江潮是全世界的事 就大家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 想结束这么多年 从99年到现在 十几年去迫害法轮功 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我们就都要去争取 新唐人记者林旧仪在香港报道 谢谢大家 好